袁文哉族,书接上回 上回就讲到 孙美带着十几个同乡 就来到总统府要找弟弟孙文 马商就在那里值班 就问他 哎,你们来做什么? 做什么? 我们来找孙文 马商就很反感,这么无规矩 马商就认了一句 总统去了制名校令 艾曼才回来的 什么?你这么大胆 你不让我进去吗? 走开,走开 我要找孙文 马商就说,喂,喂,喂,好了 你可以随随便便地叫大总统的名字吗? 好呀,你不要妒乱,你快点走呀 谁知道孙美听到这么说呢,还加火一点 什么?什么? 什么不叫大总统的名字吗? 他说,他是大总统吗?我是大大总统 啊,这个家伙,这个家伙一定是发神经的 人来,给我捉着他,豈有此理 灌他喝几杯慢尿,让他省下口才行 几个卫兵就上前捉人了,算微带着那十几人呢 不甘示弱 动手动脚,大家就打起来 打得乱了 解放小龐,陈友人呢,在里面办公啊 听到外面吵架,就快点出来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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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please 大家停手,停手,有时慢慢讲啦 华商就报告 这个人在堵乱 胡言乱语 他说 先问是大总统 他是大大总统 陈友人就摸一摸宣美 好客气地问 先生 你是有什么事找大总统呢 宣美就登大压 你是谁啊 哦 我是总统的秘书 我姓陈 你如果有什么事呢 你跟我说都可以的了 我要见孙文啊 我有事要对孙文说 有个跟他一起来的人呢 就小小声告诉陈友人听 他是大总统的大哥 宣美啊 陈友人就快点请宣美进去坐 哎呀 误会啊误会啊 你早点说就好了 大总统呢 就去了拜祭明孝令 要叫孙文才回来的 来来来来 请进里面坐下 休息一下 啊 孙文的陈友人这么客气呢 那套气就烧了大半了 跟着呢 就进办公室去坐 那么孙中山呢 就叫孙文才回来 在半路 他就接到消息了 说袁世凯当选下任总统 一听到这个消息呢 围队整班人就奋奋不平 孙中山就再三跟他们解释 其实呢 孙中山啊 听到袁世凯接任总统 心情都十分复杂的 一来呢 就觉得 压在肩膊上面的重担呢 可以放下来了 但是呢 又觉得一派茫茫然 袁世凯这个魏君子 肯不肯坚持共和到底呢 自己辛辛苦苦搞的三文主义 到底能不能够真正在中国实现呢 现在 那么多人反对自己让位 那难道他们没到道理 唉 人家理不理解我 忍辱负重的耐心呢 如果不仰 那就最多南北开战而已 打下去不一定输的嘛 但是老百姓又要守着战争之苦 那现在让了给袁世凯 他们反面不认上 不肯共和 那又要进行第二次的北伐 到时损害更大 自己会愧对天下的嘛 那袁世凯那边呢 选举过后两个钟头而已 他就接到消息了 知道当选大总统了 他现在呢 是心满意足了 哈哈 这个人呢 就偏偏喜欢装模作样的 一副悠闲平静的样子 在书房处写字 写了四个风马牛 护不相干的字 全林野鹤 谁人都知道的啦 这个野心勃勃的军阀 发梦都打算当大总统的 怎么忽然间变成 闲云野鹤的 唉 此人面皮之后 可见一半 那个专托大脚的 赵炳君 入到来 一见袁世凯写的字 就赞不缺口 哎呀 你这首字 简直有王欺之的笔锋 袁世凯就放下一支笔 一派不在乎的样子就问 怎么样 有什么消息啊 孙仲山发了电报例 说你十七票 全票当选 临时大总统啊 哦 什么临时两个字 是谁加上去的啊 这样的 因为未正式成立国会 所以只能用临时 孙仲山都是临时大总统而已 不过这样 所以不要这两个字 都很容易的而已 算了算了 那你们去办吧 不过这样 他们通过了一项议案 说要在南京建都 他们就是要你 立刻南下就职 啊 孙仲山这一手 调虎离山 要我离开北京 离开北洋军队 赵炳均就说 这个是司马超之心 那么路人街可见 一旦将你和北洋军分开 他们又可以拿出 临时约法来制裁你 那时候啊 你人在南方 手上无兵 孤掌难免 那就任人载割了 那如果我不去南京呢 那又怕不行啊 如果你不去呢 孙仲山就不肯辞职 不肯让位的啊 这样啊 这个袁世海呢 他当然不肯随便就放弃大总统的职位的了 道手的肥肉 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啊 但是呢 一到南京 就离开了北京的地盘 那么苦落平洋的受制于人的啊 那么怎么算好呢 正在左右为难 袁世海就咬牙切齿说了一句 那个孙仲山啊 手段都挺阴毒的啊 哼 接着他就问 咦 他派了谁来接我去啊 派了个大学问家 中华民国教育总长 蔡元培啊 还有汪精伟 袁世海一听 当堂面露笑容 啊 啊 啊 好啊 好啊 哈哈 哎 你给我好好的接待一下这些特使啊 底下那几个人呢 都觉得奇怪啊 喂 袁世海怎么突然间这么欢喜呢 但是呢 这帮人都相信 袁世海 不会这么轻易去南京上任啊 不会任由孙中山摆布的 他就大家都知道 如果摆明居马 大家正面交锋呢 那袁世海就杀不够孙中山斗的 但是呢 你说旁门左道阴谋诡计呢 你孙中山又来都不是袁世海的对手啊 孙中山 现在呢 在明宁回来总统府 一直在想着 好了 那这次你袁世海 那这次你袁世海有什么办法不来呢 你还有什么借口 可以赖在北京不来南京呢 你找到什么理由来拗啊 想着袁世海就确实要来的了 那么回到总统府那时呢 已经天黑了嘛 那陈友人呢 本来就想在门口截着孙中山 为什么离迟了 孙中山已经进去了 一直走到办公室 孙中山大吃一惊 哇 什么总统办公室 简直是乞丐斗的 寺桌上面 食饭桌 茶几 杯盘浪漬 摆满了猪骨头 乳骨头 鹅骨头 鸭骨头 哎呀 地下呢 全部放了那些酒瓶垃圾 烟透烂纸水 整间屋酒气 昏天烏烟瘴气 十几个大汉呢 洞外小岛 有些躺在地下里 有些躺在办公桌里 有些躺在长沙发里 有些还在吸鼻汗 孙中山就十分火滚 欺有此理 这么高都行 哪里是办公室的 直接是难民营 凤之游都押了一声 马上 谁放那里进来的 统统跟我赶出去 陈友仁呢 走到孙中山身边 小小声 说 喂喂喂 是你大哥啊 带着一帮人冲进来的 什么 我大哥 孙中山当堂面试都变了 快点喝到醉纷纷的那帮人里面 找他自己大佬 见到孙眉呢 宁侧身 躺在长沙发里 孙中山就走过去 轻轻地推下他 大哥 大哥 孙眉最眼懵松 隔起身 推了孙中山 怎么 怎么 走啊 走啊 你谁啊 跟我叫孙明来见我 大哥 你什么时候来南京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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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认识你大哥吗 孙中山 现在才醒悟到 哎呀 大哥 是怪我没有给他做广东的都督 兴思问罪啊 那当着这么多乡亲面前 孙中山就不想兄弟争炒传开去 就吩咐陈友人 哎 你给我带这帮乡里出去玩玩吧 他们喜欢去哪里玩啊 带他们去 今晚安排他们住在那里 那帮乡里呢 听到说总统请他们去玩 哎呀 兴高彩烈 整班是跟着出去 有个还提出 哎 带我去看看 李香军那间 香军茶馆好啊 整班乡里走完了 办公室静回来 宋爱玲呢 就打开了那些窗 放那些酒器 跟着呢 跟着呢 带几个勤务兵来来执拾满地的垃圾 空酒瓶 孙军中山呢 就倒了一杯浓茶给他 大哥 你喝杯茶先啊 解解酒啊 大哥啊 哎呀 你从小都不懂喝酒的 一下喝多怎么行啊 你看你现在还没醒呢 酸眉的双眼 好像流出血那样 红肛档 哦 哦 你呀 你 你还认识你大哥了吗 哈 你现在大了的了 啊 哪个你都看不在眼的了 啊 大哥 我没有 没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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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追啊 你硬硬打我追 追什么 追什么 我告诉你 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哈 我无非跟你拼下你 我看你呀 哈 你呀 做了总统就可以 陆寻不明 大哥 你都不要 纵海宁见到这样的情景 即刻叫了几个勤务兵 快点离开了 纵海宁坐在门外守卫主 不让其他人进来 孙军山呢 就扶孙眉坐回正 他知道大哥呢 是因为没有了广东都督做 所以发脾气 他小声一声劝他大哥 现在办公室没有了爱人的了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我有哪些做得不对的 你尽管骂我吧 你骂我吧 骂你 我这样啊 我这样啊 你是大总统啊 大总统啊 大总统啊 你还要什么都可以了 你还记得世事的时候 谈香山的事 还记得什么呢 记得记得 大哥 我怎么会忘记呢 我 我当时读书都是全靠大哥供养的 我不听你说这些废话 我不听啊 我不听啊 我问你啊 人家要我做广东都督啊 你啊 你你你你你你凭什么 不让我做啊 你啊 你说你说你说 大哥 你一定要原谅我才行 唉 兜时代呢 一人得道就鸡犬升天啊 我们共和国不能够这样的嘛 孙薇一听 整个跳起来 咪咪咪咪咪 你你居然说我是鸡犬 你都说我是鸡犬啊 哈 哈 哈 你不要我面前在那装模作样啊 哈 我我问你啊 哈 现在这个世界 啊 猫啊 狗都做做大冠 我我我我先为 我哪有个坏人 我我我哪有个坏人 你说你说你说 哦 人家各个都行啊 我我不行啊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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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呢 还想解释 一面一项啊 大哥啊 大哥 你听我说 我不听啊 我不听啊 我告诉你啊 哈 我我我我没有那么贱格啊 要要死 你求你啊 施写一份冠 给我做啊 我没有那一幅气啊 我没有你这个六亲不认的弟弟 好 一到两天 松明一手推开 孙中山 冲出办公室 孙中山 一边啊 一边追着 ках 孙中山 根本就不管 一阵煙 那样 就无影无蹤 孙中山 在客厅外面 整个傻 都敢站在这儿 心潮 翻滚 思绪万千 唉 这么多年来 什么环境 没经历过啊 被人绑架 囚禁 被人指着被干扰 囚款的人 被人赶出去 还说要用糖豆来拿 被敌人 暗算攻击 被同志万马 什么都试过了 但是 这一次 是自己最尊敬的 对自己有大恩大德的 大果 同自己一刀两断 实在没办法支撑 现在 自己又刚刚辞职 落了台 偏偏在这个时候 酷声 骂声 怨恨声 盛声在意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 相审 刚刚 落台的大总统 怎样 应付 这些事呢 欲知 后事 如何 且待下回 分解 原文在族 书接上回 上回 讲到 孙中山的大哥 孙中山的大哥 要跟孙中山一刀两断 孙中山十分难过 在门口站在门口站了一阵 他们走入西花园 夜深沉 风 风吹响响 一阵身月 照着清澈的池水 微风吹动 水影伦伦 老母精 老母精 在里面走出来 拿着一件军大衣 轻轻披在村 中山身上 梁夫妻 就沿着水边的小路慢慢走 老母精就问 怎样 追不到大哥 追不到 叫人去到车站 去到下关码头 到处找都找不到人 哎呀 你不用这么心急的 大哥是一时火气的 明天就没事的了 明天再找了 大哥呀 那波牛脾气 凌折不弯的 他实是走了回到香山了 那你现在心情这么差 今晚不要做事了 早点休息下午了 唉 这段时间家事国事 这么多东西一起押过来 我真的十分难受 大哥一向对我 好像父亲对亲生子一样 抚养我长大成人 我真的对不住他 这次又伤害了他 你大哥呀 那波牛脾气 你上来 两只牛都拖他不住的 不过过后他就没事的了 你们是十指连心的亲兄弟 唉 这一次 我伤了他的心 伤了他的自尊 伤了他的面子 他不肯原谅我了 卢武精就叹了口气 你别怪我多嘴 你都不是不知道你大哥那份脾气的了 他最爱面子的 你敢都不肯给你面子他做得这么绝的 通融一下都好呀 怎么呀怎么呀 那难道我真的被他做广东都督吗 唉 你说了 难道你派出那帮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给你大哥本事吗 我就不信了 一句话就顶到孙中山啞口无缘 是啊 难道自己派出那些官员 个个都是这么称职 卢武精跟着又说 这么多年来啊 你四海漂流 谁帮你支持你头家 妈妈过世的时候 是谁去送送 谁扮你后治的 我和子女 靠谁帮你出钱抚养啊 你大哥 有一个先都抹开到两边 一边就留给我们几乎拿用 我几时都觉得我们对不起你大哥 说到这里 卢武精就忍不住 哭不出声 孙中山一边帮他抹眼泪 自己也忍不住 眼泪直流 盧武精哭了一阵 忍着眼泪说 就说陈瑞芬啊 你大哥 都不肯让他流离失所 在澳门 在澳门 顺风塘租了一间屋 给他养老 还帮他医病 他又怕陈瑞芬一个人 孤零零 还帮他收养了一个契女 大哥说 四姑是我们孙家的人 我们要对得住四姑啊 大哥还吩咐 四姑要写入族谱 以后他过身 要埋葬我们祖坟一切 我是大哥 我说了就算了 孙中山就拉着盧武精 双手 好了好了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夫妻两个 坐在水池旁边的墙凳那里 雷眼相看 相对无言 到翌日中午 总统府门口呢 聚集了大帮老百姓王 大头那个老百来的 他对马商说 你等我们进去望一眼大总统啦 望一眼而已 我立即就走的啦 马商就说了 老百啊 我如果答应你 那第二个又是要进去 那么多人进去 那总统怎么办公啊 有人说 那不让人进去 没办法啦 我们就在大门口等 大总统总要回来的 那帮人就站在门口等 过了一阵 孙中山 王兄 带着徐松在外面回来 有人就大声咬 哎 哎 总统回来啦 所有人一齐就涌过来 孙中山在马车上来 举起帽 哎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位老百呢 那位老百呢 走在前面的 一冲冲上前就说 哎呀 我见到大总统啦 我看到民主又怎样了 大总统啦 我看见到民主啦 哎呀 大总统拉过我的手啊 大总统啊 还大过皇帝的嘛 我见到了 我见到了 孙中山就对他说 我离任之后呢 和你一样 都是普通老百姓的 两个人就回到办公室 王兄一边走 又一边对孙中山说 你离任之前呢 我就先持官归顾你啦 孙中山十分应 喂喂 你不行的嘛 我不做总统的事呢 你是很清楚的嘛 你将来要进入内港 我们三民主义啊 不能够全部靠袁世凯的 一定要靠自己 两个人入到办公室 一起站在窗口前面 望着花园的风景 王兄也有所感触 哎呀 洪秀泉造反啊 在天皇府住了十几年 他出之都没打到皇帝啊 洪秀泉没有做到的事 我们今天做到了 孙中山就说 洪秀泉并没有想从 根本上来的铲除王权的 就算是打倒满清皇帝啊 他自己也都是做回皇帝的 后面也都是做天皇啊 王兄就说 这次呢 只要袁世凯呢 能够逼皇帝退位 成立功和 那我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 是啊 黑强 你这次呢 你都好像整天的弟弟哥那样 真的这么简单吗 是啊 黑强 以后你想做些什么 我 我回归顾你 隐居山林 我写了两句诗啊 你听听啊 今年呢 我三十九岁的了 就快就到不惑之年 所以我走诗就说 三十九年之四十非 大风歌霸不如鬼 怎样啊 没什么怎样 不过我看啊 三十九岁你 未必能够预知四十岁之非啊 哈哈哈哈 就算我们啊 现在都不能够说 我们做的事 我们的决策是万无一失啊 我啊 我现在还一直在这儿担忧啊 哎 你是不是不相信袁世凯呢 是啊 他有实力 有号召力 但是我一想到他出卖为新的事 我就打个冷震了 说句老实话 我是不赞成让位给袁世凯 那 那怎么你又让给他才行啊 唉 如果我不让位呢 必然只能用武力解决 我们根本就没本事 来都对抗袁世凯 你想想 袁世凯手额重兵 装备又十分精良 训练有数 而且 外国啊 都想利用袁世凯来代替 满清皇朝的 所以 除了让位 我想不到有什么合适的做法 只好希望袁世凯 并非我想象中这么坏就是了 王兄就说了一句 不照我看呢 袁世凯呢 都不只说要将满清皇帝请回来吧 哦 如果真的这样 中国人就肯定不会放过他 我们只要进行第二次革命了 打到他就有什么办法啊 王兄又问 哎 那你不做总统你做什么呢 我啊 我收你铁路 我最感兴趣是做实业 一个国家 一旦成立 最紧要是要搞实业 来到富国强民 王兄又问 那我们是不是以最高规格 来接待袁世凯来南京就职呢 当然啦 到时我和你 就去袍口接他 哈哈 居然 出乎好多人的预料吧 袁世凯呢 毫不抗拒 一口就答应到南京接任总统 1912年 2月29号 孙中山 派去北上迎接袁世凯的特使 蔡元培 一到北京 袁世凯啊 大开征养 他们十分隆重来到欢迎啊 而且呢 和蔡元培 汪精伟 商量得很仔细啊 连南下的路线 在北京的善后工作 都长长细细一切研究 很多计划 还是袁世凯亲手定下来的啊 蔡元培呢 就立刻打电报 回来报告孙中山 一切十分顺利啊 那大家终于就放下一宫大蛇 等待袁世凯光临啊 那派去迎接袁世凯的特使呢 特使 就是十分有权威的教育家蔡元培啦 富特使呢 就是汪精伟 宋教人 柳永健 和黄精康这些呢 都是同盟会的元老 是重要人物啊 他们呢 就住在 法政学堂那里 大家都性赞袁世凯啊 猜不到啊 真是通情达理 不单只那么隆重接待我们啊 连很多具体计划啊 南下的路线啊 所有东西他亲自规划好 安排好啊 果然难得 袁世凯还还指定 由京汉铁路 南行到武汉 会合了副总统黎元洪呢 然后就袁长江 迅留以下 直到南京 那晚 就1912年 2月29号 晚上八点整 蔡元培 汪精伟 几个就兴高彩烈在这儿聊天 准备到了南京之后呢 怎样接待袁世凯 要报答他的盛情招待 忽然间呢 听到外面一阵的窗响啊 错时大家就是以为放炮掌 慶祝袁世凯当大总统啊 怎知越听就越不对路啊 窗声越来越厉害 蔡元培就说 喂 什么事啊 好像响窗一样啊 汪精就说 不是的不是的 笑炮掌啊 不是的 你看明明是窗响啊 那时候呢 窗声越来越厉害呢 窗口外面呢 看到红红烈火 出事啦 出事啦 汪精伟就起室 哎你们定点你们坐在那儿吧 我出门口看看 汪精伟就出到大门口那儿 在门口那儿一张 哇 街上门街的民众 飞奔逃命 飞奔逃命 一匹匹士兵 拿着窗盗 出去搓个人的大门进去抢东西 有些又拿着火把来放火烧屋 王精伟这些人 脑筋是十分灵活的嘛 他突然间想到 哎呀 士兵暴动啊 兵变啊 这个是北京城是袁世凯的天下来的嘛 他多年经营固药金汤的 京城的守卫部队统统是他的亲信来的 谁敢在老虎头上钉室那儿 谁敢在袁世凯的眼皮底下叛变啊 对了 当然是袁世凯自己搞出来的 想不去南京上任而已 果然就听到这士兵叫 反对袁公保南下 反对袁公保南下 王精伟一人想 弊了 反对袁世凯去南京 那矛头不就是对正我地 我们来接他去南京嘛 弊 王精伟立即走回头 那时呢 蔡元培和王精廷呢 刚刚打电话嘛 找段奇瑞也找不到 赵炳君也找不到 找袁世凯就更加打不通电话了 王精伟进来过 哎呀 外面兵变啊 反对袁世凯南下 啊 赵元培啊 哎呀 那茅头对着我们了嘛 哎哎哎我们快点离开 那时呢 已经听到那些士兵用枪托 来撞击大门啊 有的还大声叫 俗子才圆培 汪精卫送教人啊 汪精卫还比较镇定 他指挥几个人 运后面到花园走出去 对面街呢 有一间天主教堂 几个人就爬墙 入到天主教堂里面 汪精卫又指挥大家 我们现在立即运后面 去六角饭店那边 到了六角饭店了 总算是避过危险 那时候呢 我们士兵呢 已经攻入法政学堂 在烧屋抢东西了 那袁世凯呢 现在呢 只是交通部官大楼 他的临时公管司 召集了一群部客 拍摊摊摊登 大发脾气 他叫了那些有关人士 警备司令啊 警卫军统领啊 军长啊等等 来光听他训练 你这么搞什么啊 你们啊 哈 哪个 哪个 在这次捣乱 哦 是曹昆那些部队 是第三师的人啊 他们啊 在前门一带 抢金付抢 银付抢 当付抢的商店 又放火烧屋 不受控制 你啊 你立刻命令曹昆 出动武力镇压 警备司令呢 就报告 大人 你放心啦 我们立刻搞定他 那孙中山的特使呢 哦 我已经找人去正法学堂找过了 找不到人啊 袁世海这回就更加发了毛了 是啊 我叫你们做话戏的而已 怎么知道你假戏真做 真是放火烧屋啊 如果蔡元培那几个 被那些乱军杀了 哎呀 那就龙口反撤 很难搞的嘛 哎呀 袁世海就发火 吩咐警备司令 你带兵去 所有倒闭的士兵 如果不服循 让我开枪杀掉他 就地双决 好了好了 假戏真做 做到这样的地步了 哈 你怎么收货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 袁文栽足 书接上回 上回就讲到 那袁世海在那儿大发脾气 拍摊燈 骂那些暴下不生性 弄假成真叫做个洋啊 你真的叫那些兵放火 上野 那时候 袁克定就在后面进来了 他就对他老爸说 哎呀 曹昆真是混帐的 叫他客人去袁培 怎么知道他弄假成真 真是任从士兵乘机发财 袁世凯找人笑一笑 哈哈 这样也好 什么 减重好 是定了 越练越好 搞得越大就越好 那就证明 我不能够离开北京 蔡元培汪精为他们都在 亲眼见到的了 还有假吗 好 立刻打电报给孙中山 打给南京临时参政院 告诉他们听 北京要彻底平息 动乱之后 至少六个月 我都不能够离开北京 袁克定就说 啊 是呀 减得不用我们出声 蔡元培汪精为他这帮人 自然会劝孙中山 不要逼我们去南京 父子两人 就哈哈 大小 但是有一件事 袁世凯父子 都没有想到 这次的动乱 搞得太逼真 太似了 动交文行 那些外国使馆 十分紧张 开始戒严 藉口说 防止叛乱 英国 法国 美国 德国 俄国 日本 纷纷在青岛 里顺 调兵 入北京 袁世凯就 确有 隐狼 入室的危险 不过 这样也好 外国都派兵 入北京 成 那袁世凯就 更加 有理由 不离得开 两天之后 袁世凯都没出声 蔡元培 汪精卫 就真的向 孙中山报告 认为北京兵变 外国就十分紧张 已经派兵入北京 现在 定都在哪里 已经无关紧要 最紧要 现在是安定下来 尽快成立统一政府 看现在 这样的情况 就确确实实 袁世凯就 没办法 离开北京 那当时呢 宋交人 确实是比较清醒 他就提出 喂 这次兵变 是袁世凯 制造出来的阴谋 但是呢 他又 咬不过 这么多人 加上呢 他又拿不出证据 所以最后呢 只好任从袁世凯 留在北京 就不来南京就任了 孙中山 就无可奈何叹了口气 哟 是不是阴谋 只有天知道了 没到办法了 孙中山 就只好建议 参政院呢 就通过 附加级的条件 要袁世凯 上任以后呢 要向参政院宣誓 在提出新内国名单以后呢 要得到参政院的同意 新内国呢 还要在南京 办拓手组 然后孙中山 才能够正式辞职 移交 唉 这些这样的条约 没什么大用的 哼哼 得好过没有 多多少少 算是约束袁世凯 那孙中山 既然辞了大总统的职务 那他就不能够留有卫队来守卫 那在告别卫队之前呢 孙中山 每人弄了一套军服送给他们 这套军服呢 是用卡机报警的 每人呢 还另外送一条手巾 手巾上面印着 看俗传望 在此一举 署名是大总统孙文书正 那郑送军服的仪式呢 就在总统府办公室进行 围队就排列在孙中山面前 孙中山前面呢 摆了一张长台 台上面呢 就有一套一套新军服 摆了在这里 孙中山亲手 将一套一套军服 发给每一个战士 接到军服的战士 立正敬礼 发完军服了 孙中山充满感情地说 我马上要辞职离开 我十分多谢你们 我走了之后 你们依然是革命军战士 我们后会有期啊 士兵大声喊 总统保重 总统保重 个个都热泪刑康 依依不舍 孙中山辞职之后 第二天 他忽然间想到 上去南京附近 中山那里走下 上去打猎 放松精神 他带上孙中山 黄重 里面 还有那半方 都要陪孙中山一起去玩 门上了朝阳门 来到满眼春光的中山 孙中山上去的梅花朗顶 极目远望 香草细细 从柏苍苍 山间吐蕊怒放的梅花 片山片野 一片白幽幽 好像刚刚落了一场大雪 空气中流日之 心人的清香 遥望好像巨龙 起伏的中山 禁不住脱口而出 好一个苦居龙盘的中山 孙中山兴致勃勃地 说给了卫士听 以前 朱葛亮来到这里 曾经称赞 南京城外的中山 是中山龙盘石头虎居 帝王之宅也 朱葛亮很中在这里 孙中山又走到半山子附近 看到一只起雀突然飞起 孙中山举起猎枪 一声枪响 雀就跌落草叢 孙中山几个人就骑马前去执雀 黄重位就说 啊 孙中山什么枪法 那么小的我都不知道 孙中山笑一笑 望着身边的两位 混家姑娘 全靠这两位师傅教的 尹维春就说 你都学得几快 不过呢 你学权法 学武功 哎呀 那些奇笨无比 他越讲越得戏 还想说下去 孤姐就出力禁了一下 那他才快点收口 孙中山 所以我就不做大合了 他们一路去到半山子 孙中山就撿到一只小鳥回来 孙中山就说 哎呀 迷了他了 哎呀 我试一下枪而已 怎么知道板声的小鳥就没命了 看来 人都是最残忍的动物 又走了一轮 孙中山忽然停下来 站在高处 眼前一片松林 好像大海一样广阔霧银 在后边就望到秦淮河 毁移而来 袁武户就好像明镜 愿于六次从中 孙中山忽然想起 当年黄安石被贬 住在南京 几乎每日都游中山 在山间漫步 累了呢 就去半山腰那间定林寺那里休息 往往流连到日落西山 然后才翻回去的 又曾经跟苏东波一起 游过中山 苏东波就淫过两句 风哥考仗日 江远欲浮天 这两句就好出名 黄安石也不甘信息 又写了两句 谋事不相对 错中日 一了不明 山更有 也是佳句 传说 黄安石 很想死后就撞于中山 可惜就不能遗远 孙中山远望 浮于一片翠绿之中的六朝 故都 和红尽起伏的中山 孙中山忽然望着前面 问大家 这里的风水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不跟着他来的那帮人 哪里会什么看风水 没有人敢出声 孙中山好像自言自语 又好像对着人讲解 这里 以山防水 气障洪位 其实 这里比明孝陵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 红武皇帝 为什么不葬在这里 这里 比明孝陵的独龙埠 好得多了 那里地势太低 哪里比得这里那么好 黄重卫就问 风水这件事 到底有没有 有什么讲究 孙中山是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指着前面说 这里 前有朝 后有考 是一片最好的墓地 又停了一阵 他半认真 半开玩笑地说 我死之后 如果能够葬在这里就好 大家觉得不是多吉利 黄重卫就说 孙中山 你怎么这么说的 孙中山一笑置之 孙科呢 他说听者有心 他拿了一本笔记簿 望着前面的地势 就勾画出一幅 山穿地貌图出来 后面呢 孙中山逝世之后 真是迷藏在这里 这里 就是后来的南京 中山灵了 总统府的西花园 今晚 月光如水 南京城 好竟已经进入随乡 花园的围墙外面 出传来 声声叫卖秋豆腐的声音 孙中山呢 坐在湖边的长椅那里 阳天望月 热光 在朵朵浮游的白云之间穿过 忽明忽暗 那时候呢 背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孙中山都不用轻转头来看 咦 维俊 你来了啦 果然啊 找维俊 一边走 一边吃臭豆腐 来孙中山好远呢 他就站定了 大总统 你又被我训练得差不多了 我脚步声 你一认就认出来了 过来过来过来 你过来坐这儿 不行的 我吃一些臭豆腐 很难闻的 哦 那不要紧了 你给我一些我吃 我吃完一份就行了 是啊 大总统都吃臭豆腐的 那大总统不是人来的吗 我小时候很忠识 来来来 坐过来 那阮维俊就真的坐在孙中山 长登到 拿了块臭豆腐给孙中山吃 孙中山就咄咄咄咄吃得好滋味 我以前小时候很忠识 真是好味道 不过呢 我妈妈就不是多中文这些味 所以我每次吃完 他都用我脑口洗手 才准备进入房 吻维俊呢 吃完之后就真的去水池边 不得上脑口洗手 然后才坐回来 孙中山就对他说 行 你要准备去读书了 吻维俊就问了 孙先生 那你真的去北京啊 是啊 我要去见袁世凯 我去收铁路 哦 那我跟着你去了 孙中山呢 就好像哄弟弟 那来哄他 那你听我说 我现在呢 就不做总统了 就不用用卫队了嘛 我不做官就没什么人想杀我了 那还想把你们来守卫 浪费你们青春才可以啊 跟着呢 孙中山呢 在皮包里拿了两个书包出来 书包呢 是用草绿色的布做的 上面呢 是收着孙中山亲手写的和平博爱四的字 那这两个书包呢 是我叫大师傅黄龙生亲手做的 送给你们两个 那里面呢 还有一套文具在里面啊 样样都齐全的了 明天 你两个就去金陵女子中学读书 先去插班 你们呢 虽然年纪大些 不过学习就无分路右的 你不要害羞啊 给点心思学啊 韵维俊一边哭一边说 我不去我不去读书 我读书不行的嘛 我宁愿 一生在你身边 照顾你 保卫你 哎呀呀呀 你真是傻的 你都 别这么小的哥哥脾气而已 你给点心思读书 然后才能够成为有用的人才嘛 学费我已经和你们交了的了 你读到中学毕业 就去北大读大学 我已经推荐了蔡元培佬先生 做北大的校长 他一定肯收你们的 不过你们两个都要用点心思才行 不过他经常吃光弹就不好看的嘛 船中山 就对他说 你看看 那个韵维俊这么大个女儿了 没有脑筋的 整天都不肯去读书的 你看 跟他一说说读书 他就哭了上来 真是没有他办法 宋爱玲就意味深长地笑一笑 孙叔叔 你或者永远都不会理解 他怎么会哭的了 蛤 难道你又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了 那你告诉我 宋爱玲说到出口了 立刻就收回 哦 我是随口说而已 哎呀 这么大的大姑娘 谁知道他想什么呀 对了 孙先生 刚刚接到内阁最后名单 十个总长 我们占四个啊 教育总长蔡元培 司法总长黄宠韦 隆林总长宋教人 工商总长陈其美 人家说哦 这个是混合内阁 北洋那边呢 只是占三个名额而已 不过 袁世海很精啊 他们占的是海军 陆军 和内务部啊 还有啊 总理是唐绍仪 孙中山就说了 哦 唐绍仪啊 他是我们同盟会的人来的 上个月二十六号 据正主持 他进了我们同盟会的了 好了 孙中山 扮理了交接手组 正式辞职了 看上来 孙中山还是十分坦然 但是 过中知未有谁知呢 欲知厚思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